您好,欢迎收看7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区农改厂7号上午举办了苦瓜花莲7号生产示范观摩会 副研究员全中和表示,花莲7号生长市集,产量表现良好 外观美,口感佳,而且花莲7号苦瓜富含维生素C,叶酸,总膳食纤维,亚麻油酸,还有硬脂酸等 很适合吸引石保健,更棒的是产量大 一株可以收半年,种产量超过3000条 苦瓜新品种,花莲7号为杂交一代品种,杂交清本来自花莲县 经过多年的品系纯化,筛选杂交,获得之品质,口感佳,生长适强 次花早开,结果数多等优良特性的品系 长势以及产量表现良好,外观美,口感佳,富含维生素C,叶酸,总膳食纤维,亚麻油酸以及硬脂酸等 很适合鲜食保健将推广种植 不过我们都知道,讲到苦瓜大家知道它是很好的一个盛品 那事实上也证明是这样 为什么来讲,它的维生素ABC其实是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瓜类里面的一个最多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知道它降血糖血脂 这个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那最主要就是它还有苦瓜素,苦瓜菅,苦瓜酸等等这些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类黄酮,贝糖活萝卜素,果胶甚至于是果胶 那还有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都在这个小小的苦瓜里面都有 都含有在这里面 那最主要除了它的这个果肉很怪 它的种子也不能丢掉 因为它有回米,因为你有安神的作用,用可以解毒 所以它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可能是我们这个祝千雷奶,我们的老祖宗所留下来的点 虽然它也是外来的种 可是经过讯化也非常适合在亚洲地区 泉忠和说,花莲7号苦瓜苦的程度不若三苦瓜 但比大的白苦瓜来得苦一些,抗氧化力很强 因为与其父本相同,拥有抗氧化能力高的好基因 也说因为它的果肉在鲜食的部分比2号大蛮多的 所以说它鲜食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被消费者接受 因为果肉很厚 然后我们试吃的结果,它不会很苦 然后肉要暖,比较嫩滷 再盖鲜滷那块 所以说现在我和小孩在吃吃,小孩子也是能接受就对了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会更好 而且它是杂交一带的品种,所以它的产量也是非常高 因为产量一这样看起来,2号是1公顷将近60吨 可能这个7号它比较大条,可能它的产量会超过60吨 就1公顷就对了 花莲7号苦瓜属于中小型苦瓜品种 虽然属于山苦瓜类,但果皮偏白色 果面主要是为条状涂起,苦瓜花莲7号无需使用架接苗 新猪具可以较小,因结果率高,果实较小,套袋废公 且苦瓜吹度很好,作为沙拉或苦瓜汁相当适合 而未来更是家庭主妇做苦瓜料理最佳选择品种之一 记者凌桀收封采访报道